这个云端讲义是放在第七个单元的 第单元七的这个七之三 合并这个活跃部部分 或者你也可以叫合并工作部 反正这个它的英文名称就 walkbook workbook 那workbook的话实际上应该怎么翻 work 应该工作部好像比较符合吧 如果叫活跃部好像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把它改成工作部 以前都叫活跃部 反正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的话我就提供了一个程式 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 那这个是我写出来的 那至于为什么这样写 其实道理很简单 程式部分的话一样会有D Rue File一样会有D,只是说里面会多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有个B 这个B的话是第一次开启 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把它合并的话 比如说我总共有13个班级 OK 13个班级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13个班级合并在一个档案 目前这个档案一定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要怎么合并呢 当然第一个 假设我先开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程式如何转起 大部分还是先自己推敲一下吧 然后整理一下那个就是动作 你滑鼠键盘的动作逻辑 然后把它转成程式逻辑 所以第一步也许把这个乙班先打开好了 我先开一个档 所以第一个你要特别注意程式如何去开启某个档案 那特别注意在VBA里面如果要开启某一个Excel档案的话 特别注意因为这个档案的部分它叫做工作簿 所以工作簿的话你需要用于前面我们那个是用那个叫序迟工作表 序迟物件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要开这个工作簿的话 它另外有物件叫workbook workbook应该加S吧 workbooks OK 然后里面有个方法叫点open open之后的话跟他讲说 你的档案放哪里 他就帮你打开了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学会一个叫工作簿物件 他有个方法叫点open open之后跟他讲说 你的档案是放在哪里呢 你的档案是放在 那个什么呢 放在这个C碟底下的这个目录 有没有 目录里面的话会有某个档案 哪个档 这个档 所以就是斜线以斑点XLSX 然后他就帮你开起来了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怎么样合并最简单 那其实这我是我是想出来的啦 当然坊间有别的这种合并方式 我是顺着我自己的逻辑 那我第一个就想说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 它就是把它合并起来 那我想法也是跟前面那个我们做令存很像 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或移动这边 一样用新工作步 有没有 然后按个确定 为什么 就是实际上把这个里面的工作表 把它怎么样 新一个 点Copy的意思 后面不要 before or absent 让它怎么样 跳出一个 我也必须 我也必须 这个 把它移动或复制这个 然后这边记得就开一个新的工作步 然后按确定 OK 必须至少 看一下 没有 因为我比较少这样 当然都写程式 写程式的话 一定是打勾 是点Copy 这样打勾 按确定之后的话 后面的其他的假设 我下面后面这个就可以把它close掉了 所以已经close过来了 OK 所以它现在第一个 那如果之后的那几个的话做什么 之后那几个就是把 把它怎么样 一样把它open 可是开之后的话呢 我不是再像刚刚一样 是什么呢 是建立副本 然后把它这个一个新工作 而是特别注意 关键地方来的 而是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刚刚那一个 刚刚那一个是哪一个 它应该是活跃步28 把它怎么样呢 复制到它的后面 OK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次开启的时候 是点Copy 然后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也是点Copy 不过是After After什么 After那个 我call过去的那个后面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的程式逻辑大概是这样 所以它就一个一个的帮我把它 来复制过去 然后按确定 特别说丁班 就帮我把它 复制到它的后面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你就把丁班给什么 给关掉 关掉之后的话 点Copy 然后再来的话 再换下一个 叫几班 一样的动作 几班一样的 按右键 一样是复制 然后再怎么样 把它这个 复制到这个的后面 然后一样是建立副本 call过去 有没有 几班就过来了 不过应该是放到后面去 不过最后你可以用move方法 那再把它close掉 好 当然我现在只是跟各位讲那个逻辑 可是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接下来 我把我刚刚讲的那个程式 把它撰写成程式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一样 我在Visual Basic里面 然后一样是插入一个Sup Sup名称的话 就是合并 这个活业部好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在第一行先增加一个B 等于True 不过同学可能会讲说 老师为什么多一个就变 其实到底有点 这个B指的就是说 你是不是第一次开那个档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用什么 特别是用关键来咯 如果B预设值等于True 所以等于True 它一定会走什么 走这边 那如果第二次开启的话 它就变成 我把它改成Force 关掉了 那它就走下面了 那走上面跟走下面有什么差别 关键的地方 来在这里 Shift1 指的是那一个开起来的 那个工作部里面 点Copy 特别是Copy的意思是什么 另外再开一个工作部 那反之的话 就是第二次以后的话 是帮我call到哪里 call到它刚刚的这一个的档案 的后面去就可以了 那call到哪里 call到absor 第一个的后面 反正就call到第一个后面就对了 或者你如果要再放哪个位置 你自己来调整一下 那一样再把它close掉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把刚刚的动作 如果全部写成程式的话 第一个可能会需要有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是判断它是不是第一次开档 如果是的话 就是点Copy 不是的话 就是call到那个档案的后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会的撰写 第一个 我就怎么样 我就跟他讲S-Pace 不过这S-Pace 你也可以利用上个礼拜讲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Fire Dialog 那个什么呢 可以跳一个视窗用选的 不过我现在先用固定好了 我放在哪里呢 我现在合并的那些档案 它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桌面上这一个 OK 所以这个桌面上的路径 就在这里 OK 第一个跟他讲 好 我的我要合并的档案在这里 就这么多 那你要帮我怎么样 一个一个帮我抓出来 做合并 所以呢 用DIR DIR实际上就一个一个抓出来 抓什么呢 抓里面所有的X 这个X的档案 帮我放过来 所以他也许先抓到 乙班放在这个档名 所以他乙班点XLS 这个名称 那再来的话 Do Y 一直帮我找 找直到找不到档案为止 所以一直找 找完之后呢 他第一个一局把乙班打开来 然后把他 这边就要关键的地方来了 Open 所以呢 这个Workbook加S Workbook点Open 意思是说呢 帮我把找到那个档案的路径 跟斜线 等于把这个档 帮我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 如果他是第一次开的话 帮我怎么样 就点Copy 产生一个工作簿 并且存档 所以特别注意 Save as的时候呢 帮我存成 特别注意 不要存到里面去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少一个VBA的目录名称 我就直接存在哪里呢 存在桌面上的 底线全部.xls 就存这个档名好了 OK 特别说你不要直接存进 存进去会发生问题 不能存进去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它Close掉 所以第一次关掉了 那把B改成False了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换下一个档 下一个档的话就丁班 丁班下一个 那一样嘛 到这边 是不是有帮我开起来 把丁班开起来之后的话 再来呢 他就不跑这边了 就跑下面这里 把他这个丁班里面的工作表 帮我复制到哪里呢 这个特别说 如果你要把它复制到哪个工作部的话 特别说这边比较特殊是他叫Wobooks 名称的话呢 就是他的档案名称 特别是档案名称就这个 放到这里 意思说我要放到这一个工作部的 点 有没有特别说 的 第一个工作表的后面 所以他会帮我放进去 然后一样把 帮我抠过去之后 Close 关掉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维持 OK 最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如果你全部跑完之后 你可能要把那个Wobooks的这个 全部这个 记得Close后面要加什么 加True OK SaveChange 特别是我印象中我本来好像 没有加这个 那我把它Close后来发现 奇怪打开了里面怎么都没有东西 原来Save as 一定要等于True才可以 如果不等于True 像之前我们好像语问过False False是不存档的 如果不存档的话 等于扣过去东西 它就不会帮你存档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演示一下给各位看 就是说 如果我按足行来跑 给各位看 这样比较清楚 所以第一个 我们假设这些档 把它放这边好了 OK 这个再把它缩小 这样看比较清楚 好 按F8 第一个B 它等于True 所以它等于要逻辑 应该跑上面 OK 然后Paste 然后路径给它 然后帮我把这个 目录里面找找看 然后它先找丁班 所以它会先把丁班打开来 打开来 现在这个丁班了 那是不是True 是 所以就帮我怎么样 帮我Copy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它会跳一个国业部29 那名称不一定 可能会增加 然后怎么样 Save 所以把国业部29这个怎么样 里面只有丁班 帮我做什么呢 存档 所以Save as 为全部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档名已经改了 叫底线全部.xls 所以特别说它Woodbook的名称就是这个 所以待会第一次就是开存档 然后要不然把它Fold 就是把它Woodbook close掉 再来的话就要把它 close掉 关掉 也就把刚刚那个丁班的部分关掉 然后把B改成False 所以再来就不要跑上面了 因为不是在新 所以再来的话再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开哪一个 开那个丁班 OK好 所以丁班开起来 所以你会把这边丁班 丁班在这里 OK好 然后丁班要做什么 丁班就是 它这个 已经改过了 False的话 变成跳下面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开档 而是第二次了 所以第二次的话要做什么 帮我Copy到全部的后面 再把它关掉 cou过去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请你们这样看 后面看后面比较清楚 它已经帮我把这个丁班 cou到全部里面了 然后我就直接把它close掉 再close 把丁班关掉 然后再换下一个 所以底下都一样 换下一个的话 那又变成乙班 一样 乙班放过来 然后最后就把它存档 所以我这底下都一样 全部跑 闪动 丢过来 当然一样 如果将来你要让画面不闪动的话 就是把那个 那个什么 Squade Updating关掉就可以了 一样的道理 OK 好 有没有发现 它会把那个刚刚的东西从丁班 我刚刚程式是写那个 写什么呢 叙迟1的后面 所以它变成说都放叙迟1 所以你会把丙班 椅班一直被挤到 那个右边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 放在最后面的话 你这边可以把1改成叙迟点抗 也可以吧 叙迟 叙迟点好像之前有写过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就OK了 最后记得这个save change 这个一定要记得 等于我记得好像我之前就是 这一行 忘了写这个参数 结果一存档就好像有问题 结果后来改了 OK 存档 好 然后把它怎么样 你看就close close而且存档 然后就离开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已经把它合并完成了 这边看一下 最后没OK 你看全部这边有了 最后把全部打开来 这时候的话 理论上应该十 这个二个班级的资料都过来了 十三个班级跟这样 OK 就OK了 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这个城市其实相对于前面的城市 又稍微更复杂一些些 那我又把它放在云端的 这个03部分 7支3部分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稍微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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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